歡迎觀眾朋友繼續跟婚姻新聞來關心地方 不真正在美國投影角色素的刀六斤 彈焦寺 每月初六的晚上7點半 卻要在行客紀念館來基盤去固定的影角圍 曾經去國內外比賽得到很多獎項的彈焦寺 雖然是投研究所才到美國去 不過高中就出國要去 對到高雄訓練也是非常關心 這邊回到過幾天 直到道六市民代表會副主席吳優美的鼓勵 他們就特別來基盤音樂會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跟鄉親 做回來分享美妙音樂 接受到來基盤的彈焦寺 哪位老闆不是 他正在行客紀念館真是演出 真的是心理上的饗宴 而且讓我們回憶50年代那種氛圍 我們主要是40、50年代的老哥 會有一首叫做媽祖的面前 它是一首全新的彈曲 曾經在國內外比賽得到很多中行的彈焦寺 因為出來開音樂故事 小小孩就在全部人跟他們的環境中大 但是黑音樂憲竹很重要 他的認真和對音樂的日子 和親朋友都很討厭 這孩子很乖 而且從小念情都不用我們家長這樣叫他 對他都會自己主動自發的 聽聽他的音樂造詣 還有讓我們感受到音樂人文素養 蔡烏龜各親集會和各種自生演出 有時候的表現不能為他自己拿到中學金 竟進入美國紐約曼哈頓 音樂學員彈研究所 但這只要用表演 和大家分享音樂 帶給他的行動 那邊的學生其實都是非常大方的 所以呢其實我本來不太敢在鏡頭面前講話 所以就覺得好我今天可以來嘗試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可以感受到這種很直接很感 很直接的音樂的傳達 這次行客紀念館的草地上 行上彈照著由美的家庭演出 輕鬆阿咪就應該這樣過 6月6號晚上7點半 抖六四請期紀念館 大家一起來聽音樂會唷 一架靈一靈,採訪報道 歡迎